小语你这么高高大大的一个男生 为什么让这么一个弱女子供你读大学呢 我就是一个大学老师 我那边有很多贫困大学生 就凭着自己打零工 就都不去领贫困补助 人家就供自己读完四年大学 还能给老家寄钱 咱即便不做这么模范的人吧 养活自己总不是什么难事吧 我现在发现的一点是什么呢 在他身上有一种 性情叫什么呢 叫惰性也叫懒 他这是从他骨子里带出来的 他依靠别人依靠惯了 我绝对不是一个懒的人 我有自己的上进心 而且我也平时空闲的时候 我也会去不停的去打工去兼职 但是我觉得大学这几年 不能光靠打工去浪费 我还有要学的东西 我有我自己的理想 我必须为我理想去学习 去积累经验 我不是那种吃饼软汉长大的 谢谢 所以作为一个男人推行致富 我承认你很帅 一个跟自己相处了四年相濡以沫 对你有情有义的女友 另外一个是富有美丽 却对你非常热烈的追求者 就这么两个完全不同的女孩 你到底更偏向于谁 你喜欢谁 其实刚开始和小慧交往 确实感觉都特别好 但是一年前 灵灵的出现 确实是动心了 因为她条件好 如果她比小慧还穷 你会爱她吗 会吗 会吗 可能不会吧 看她的目的就这么强 我就要靠别人上位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想自己创业应该是非常难的 需要一定的资金 是我可以自己奋斗 但是有捷径 相信大家 我为什么不会选那个捷径 我为什么不选那个捷径 你可以用自己的灵魂 交换自己的前程 但是如果你是单身 你可以这样做 那是你选择的方式 虽然这种方式 我们认为很不齿 你选择了财富 就选择了财富 就别去想爱情 选择了爱情 就别想去选财富 用自己双手就糞 但问题是 你是有女友的呀 当初她单身的时候 她做了选择 就是一个在打工的小慧 那个时候可以给她提供 资金上的支持 现在小慧提供的这些 她看来已经太少了 那么她已经遇到 能提供更多的人了 所以她准备马上跳槽 小宇她要的应该不是钱 她要的是一个机会 可能她将近好 靠她的父母的那个平台 她需要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 要一个机会 我会一辈子对你们两个好的 最多要爱我的人好 天上的英雄 天上的英雄 会默默地为我流泪 每下一场小雨都像一个 天上的英雄 陪伤心的人 等着阳光 出现时候 我最爱的那首歌 最爱的英雄 你们刚才三个人在那哭 我拿着一包三斤吃 我都没敢打扰你 因为你们太幸福太和谐 所以说想开一点 真的没有那么优质 你说呢 相不我觉得人眼不错 我也挺喜欢她 可是现实你说 他人自己都没法照顾 我都担心说交给她 我真的不放心 那我不也说了吗 你要是找一个能够照顾她的 相信我 你说漏那么遥 我也不可能 过他们那边去 他们也过不来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到底住哪边的问题 这完全可以解决吗 我可以去她那边 你看她愿意做上门女婿 你看 我们那边条件不好 我们俞连那边都在山上住 我也没房 都留着房 有什么真心话 在这个舞台上 勇敢地说出来 接下来是 萧波和郝茜的告白事件 阿姨 就是这样您我们的 那个鼓密度的报告 这是我的 你看好牵的 先看好牵的吧 她的盖的那个 含链已经 在正常人的范围之内了 还有我的 我通过药物之后 那鼓密度也慢慢在涨 我相信过不了几年 我的骨头就不会那么脆了 最起码不会出现 上次那种意外 过两天我就去 武清 动手术 医生给我动完手术之后 等恢复了我会努力锻炼 相信我会站起来的 我还是先要谢谢妈妈 因为你给了我很多很多次生命 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 那一年的骨折 就是在床上躺了 躺了四个月 然后医生就说你 这辈子就站不起来了 我也放弃行走了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 并没有放弃我 你扶着我锻炼 扶着我走路 我不愿意 我闹小脾气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 没有哄着我 没有宠着我 反而是给了我一耳光 正是那一耳光 让我重新的又站了起来 所以你在我心里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 爱于嘴里说的 说的这个姐姐 是个什么样的姐姐 就是普通的姐姐啊 我也没有多问她 就没什么 喜欢那也太单纯了吧 什么都不知道 呃 因为我喜欢她 就单纯的喜欢她 那我干嘛去了解她家底 什么的 你不认识她啊 我正式介绍一下 这就是小语的女朋友 我挺意外的 你有没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可能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我觉得她是个很好的人 她应该不会骗我 我现在觉得这个小语啊 她就是一骗 小语呢 她图你什么呢 你想过了吗 她或许就是图你的钱 或者图她将来的发展 很明显的是 是女生的公式 更加的主动一点 她并不知道 她有女朋友 她一直否认 知道这个小语 是有现任女友的 因为这样 她就不会被任何人 从道德的角度去谴责 如果这四年的感情 见到一位有钱漂亮的姑娘 就能全掀翻的话 你觉得这样的男人靠谱吗 志玲姐有一个误区 现在这个只是追求者 她并没有跟她好呀 她还在追求她的过程中 她现在有女朋友 她就不拒绝她的追求者吗 你觉得这样男人是正确的 我觉得这个小语她就是一个神级渣男 那你跟阿宇现在是什么关系 我在追她 我会和她一起看电影 一起吃饭 一起逛街什么的 但是 确认了男女关系吗 我觉得她喜欢我 我也喜欢她 你怎么觉得她喜欢你 她向你暗示了什么 一个男人喜欢你 你肯定会有感觉的 她亲过你 不是吧 没有 没有 她牵过你的手 朋友都会牵手 她说过我爱你 没有 她说过我们交往吧 没有 那就什么也没有 就没有确认关系了 嗯 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她 吃饭暂且不说 我始终认为看电影 两个人去看电影 这事只有两个人才能干 我始终认为看电影 这事就应该是情侣干 对 吃饭看电影 知道吧 这个是没有确立关系 她没有接受这个女孩 她现在有女朋友 她为什么不拒绝呢 就是 可以做朋友呀 对呀 可以做朋友啊 但是她 她没有接受她呀 也一样啊 我没有拒绝 我没有接受啊 对吧 现在是处于 那就是暧昧不清 这也不叫暧昧 暧昧 是男生对女生 有一些言辞 或有一些举动 这叫暧昧 她为什么不去 她是一个渣男 她一个男人 她连感恩都不会懂得 是这个 她的这个女友 正好相反 她就是因为感恩 所以的话 才没有像她前女友说 我们分手了 她就是充满了感恩 上的学位都是她女友 我接下来的话 四年的学费 都是她女友 她不敢去面对了现在 她现在就是因为 你搞清楚 是白富美追她 不是她追白富美 她是白富美 她是白富美 她是白富美